好 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我们每周六的教育经验场 那我就会围绕今天的主题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然后开始的时候 那今天分享的题目呢 是关于美国律师教育的三步走 那我们主要分三个板块 一个呢 是美国律师行业的就业现状和未来发展 因为发现越来越多家长 在高昂的学费面前更多的考虑就业 包括我们最近啊 我个人在每周会咨询两到四位这个家长 有升学相关的有选校 那更多或者越来越多的是一些围绕就业啊 让我帮孩子做一个就业的分析 因为他们发现孩子成绩虽然很好 但学表现很好 能充很好的学校 但是对未来呢 非常的也不能说迷茫 是不确定 这个是非常好理解的 作为一个青春期的孩子 他的社会阅历比较少 把精力都放在拿好的成绩啊 准备ICT啊 做一些比较原精神的暑假项目 那这种精力带来的孩子 这个履历非常担保 他对职业规划是非常不了解 这个非常的正常啊 所以家长也不用焦虑 那我们的一些分享的 就是围绕这些啊 不同行业 他的这个教育要求 以及目前的薪资表现 还有未来的展望 给大家做一个数据上的梳理 特还有那个教育申请策略 因为教育是我们擅长的 那第一部分呢 就是美国律师就业现场 未来发展 第一部分的内容 其实是最扣题的 虽然和教育的关联度不大 但是我觉得非常有利于在座家长 在孩子目前只是高中阶段 开始考虑 是不是从事legal这个行当 做一个很好的展望 因为这些数据 我们也是花了大人生的整理 那第二部分 就是美国知名法学院的 录取门口有多高 那为什么提知名啊 一会给大家介绍一个概念 那很多家人可能也熟悉 那这个在法学界呢 特别是读法学院 是有非常明显的这种帮派性质 就是说那些名校啊 是过去十年或者几十年 业内公认的名校 那他在就业上确实有绝对的优势啊 我对比过数据 那第三呢 最适合申请顶级法学院的大学和专业 这是我们历来讲的一种特色啊 就是很多家长是希望 能够把孩子有限的时间 自己有限的这种财务资源 投入到最有效率的这个大学和专业 为孩子将来学法律 或者在法律方面有所建树 法学方面有所建树 做铺垫 好我们正式开始啊 那第一部分呢 就业现状上发展 给大家看啊 一个quote 这个呢 其实最早想这个题目呢 是在呃几个月以前 我们有一位家长啊 也是我们的老听众 孩子呢录取了南加大啊 成绩非常好 现在全应应该是大二了 今天成大二 这个妈妈呢 就是非常有远见 他呢知道孩子的 孩子是美高啊 读读公读那个文科的 虽然家里边是非常不差钱 但是希望孩子还是有一个 将来可以谋生的技能啊 在最极端的环境下 可以保证自保 那他就安排和约了个呃 媒体和我去沟通 根据孩子目前的这个活动 履历 以及在南加大 南加大这个选课的特点 首先确定一下 大二选什么专业 那将来的话 哪些方向能够结合孩子 对历史啊 人文沟通 这几个点比较感兴趣 那当时我们做的分析 就是围绕法律 因为这个孩子有很几个 有好几个点 是非常符合 学法这方面人才 大家不要以为文科的话 好像最好的收入是学法律 法律只是文科 浩瀚领域 多个分科中的一个选项 只是因为他比较高薪 所以应用吸引大家注意力 但是文科适合的行业 越远不止法律这一个 那当然法律这个行业 也是非常庞大 庞杂很多细分 那大家看这个quote 他是说这个 我为什么说这个标题 是律师工作中的平行宇宙啊 我当时看这篇文章 我才意识到啊 原来差别这么大 就如果你能进大律所 那大律所在美国的定义呢 他有几种定义 有的这种传统 就是传统上比较有名的 因为律所呢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模式 它和快适数所一样 属于一种专业性比较强的 但是又人工 就是劳动力秘境 当然是脑力劳动 这种企业 这种企业的模式呢 多为合伙人士 就他不会上市 虽然他每年的这种营收 或者净利润 或者人效啊 就每个律师产生的价值 都远高过很多这种上市功能 但是他没法上市 因为他的模式呢 是非常依赖于 个体律师的这种 workload 包括他们的专业水平 一个大律师 可以顶起一家份 对吧 所以个人标题化很严重 就像大家在比较熟悉的这些 YouTube油管的这些 KOL 就是意见领袖 TikTok那些 那些非常大的博主 他们也是这样的处境 因为他们的公司 他倚仗于个人品牌 导致没办法做成上市 因为他的产品 没法标准化 大家知道 这是律所的一个特点 所以大的律所 再有那律所 他都没有上市的 他永远是一个partnership 所以这里边就分出了 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 一个是Big Law Big Law在法界非常有名 他基本上认为 250人以上的律所 就是Big Law 那当然500人以上的更少见 当然他人数多呢 并不会等于 他一定是高数 但是很大程度上 已经证明了 这个律所的业务规模 一般养这么多律师的话 他的业务量非常大 这是为什么 Big Law大家看看 平均的起薪 如果是在大律所之外 不管是10人20人 100人以下的 他做了一个区间 是7万3 那这个相比 很多学校的商科来说 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在律师来讲 很多家伙就觉得不知道 为什么 一会儿跟你讲到 因为读法学院还是很贵的 那Inside Big Law 只要进了这个 大的律所 这个领域呢 这个也不叫细分了 就是律所按照体量大小 当然了 我们只是针对律所的一个 因为这是最普遍的一种就业方向 还有一些在做Public Interest 在政府啊 在一些企业里边 这个咱们不设计 一会儿会稍微提及 那律所呢 是很多 法学院毕业 优秀法院毕业生的 首要的这个选项 因为薪资非常高啊 未来职业发展也是非常好 那大家看啊 到了大律所 那个起薪啊 这个起薪就完全不一样了 当然这个包括这个bonus 奖金啊 或者一些 这个新人签约奖 21万5 啊 他是这个小律所的26倍 当然这个数据呢 是比较宏观 全美来看 不分州不分城市 但是也能说明问题 大律所的优势非常明显 这是为什么在法学界 对这种名校 有非常大的这种 attachment 就是大家非常在乎名校 因为大律所 他有这个议价权 他可以选最引号啊 最优质的学生 因为他等于就像大家想 名校招高中生一样 层层筛选 未必这个人就是适合做律师 或者他的职业道德 或者他的能力 但是呢 这种名校帮他筛选这些律师 那他可以再筛一圈 他省事了 他不用去忙忙人喊中 去找那些所谓的律师 因为律师的技能是非常软性 不像计算机工程 你跑一个程序 你写一个算法 那律师这个完全靠面试 所以牌子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看这个点 一会儿讲到大律所的问题 就是quality life 工作强度比较大 他的hours比较多 他每年要有很多的 这种billable hours 就是针对客户的 那在座的家长 如果做会计师 做审计师 包括做咨询顾问 你们肯定知道 这个billable hour的概念 就是你通过你的脑力投入 给客户产生的时间 而这个时间是一小时为计算 那大家看 薪资水平 我们具体的书记给大家看 这是呢 一个美国的一个 针对律师的薪资统计的网站 他没有完全完美的这种资源的出处 但是他给的 他举了一些 美国非常知名大律所的 一个薪资标准 大家看 一到深的小律所 那个中薪资中位数 6万多 大家想想很正常 一到深人小律所 我曾经就被一个律师给啃过 这个律师在跑大头 我们不说具体哪 他是移民移民过来的 他当面针对创业公司 曾经有一度呢 美国是非常流行 这种创业签证 因为当时我还留学生 那我就想呢 早点弄个创业签证 这样的话 我整个职业规划 是比较灵活的 不需要受制于这个公司的限制 给大家工作签证 很多家经历过 基本上六七年又做不了 那当时这个就是满嘴泡 我说做了一些这个Google review 做了很多那个评价 也是朋友介绍 那我去了之后 后来发现呢 他们一个律所 就租了一个共享空间 两个人 那收费倒是倒不贵 但是呢 以他们的商业模式 而且你太不诚信 那回头会比较少 而且他们非常依赖于 这种留学生 就H1B 他们只都H1B 大家想想 H1B抽签有那么低 一个律所有50个客户 如果一年有三四十个 没有冲中签证 他们今年就不用过了 所以小律所的风险性 就是业务稳定 大家看第二个档啊 那人数越多 薪资越高 大家看250人往上 直接就不一样 那其实我们不知道 这背后有没有科学的道理 为什么250 251差这么大 他肯定不是说 马上有个灵界的变化 就是一个 这个大概率的 这个一个趋势的区别 给大家举另外一个例子 如果做管理的家长 你们肯定要知道 有个概念 就是一旦一个团队的人数 超过150人 他的管理效率 就一定出问题 所以很多大公司呢 是按照这种管理学的一个 经典的数学规律 去把人做一个切割 就是不要超过150 因为很多学家 各方面的社会学家 心理学家 各国认知科学 他们包括人力资源 他们都在研究 为什么到150左右 这个magical number 这个神奇的数字 这个人效管理就比较低呢 后来证明 应该是 大家就记不住名字了 大家就记不住名字了 那就容易产生 很多的潜在的问题 所以大家看 在律所里边 这250 250以上 就大律所 他薪资 有决然不同的变化 大家 其实这两个也挺好 就说吧 律所越大 这个越高 这个其实很让大家想一想 律师呢 他如果没有业务 他这些薪资都不低的 他等于不产生任何价值 他不是说超市 卖东西 餐厅 这个出事 他是一个特殊需求的 他的业务的稳定性 取决他对人工的雇佣 而且律师是我从来没听过 兼职做律师的 他一定是full time 因为他教育成本太高 兼职根本 付不了他的学生贷款 所以大家要理解 为什么都 乔建党在进大律所 他是有原因的 感养这么多律师 肯定业务量是够大 而这个业务量是可重复的 那大家再看 大律所 为什么说优务 大家请看 这呢 是另外一个网站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 帮申请法券的学生 贷款的网站 那他肯定会鼓吹 律所多好挣多少钱 那他数据肯定是有一定的 夸大的成本 但是好在 他数据整理的比较好 非常有参考性 你看这个版式也很好 那我就借用一下 那他里边就靠了 现在如果是比较知名的 这种大的律所 那他的心资 大家看 第一年起行21 他是每年增长 大家看到后来就起飞的节奏 所以工作强度虽然大 但能扛下来 做到后来的话 业务合伙人 所有没有的合伙人 资深员工的话 他们的薪资是非常惊人的 他们的涨幅到第十年的时候 已经超过了很多那种 首席这种算法工程师的薪资了 而且大家仔细想一想 律师呢 在大律所 他的业务相对是非常稳定的 因为他服务的客户 都是这些大公司 上市公司 业务相对稳定 那做科技行业 大家理解 技术的迭代 很容易取代 这些咱们的本身的技能 所以说 学技术行业的家长 如果中间不转管理 或者不是非常执迷技术 很热爱 一直日新月异 很容易再出现一种 新的技术 新的这种趋势的时候 自己过去所有的技能 因为这个 时代行业的变化 整个这个行业 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甚至这个公司被编购之后 会为大量的财源优化 所以这就是 律师这个行业的一个先天优势 年龄越大 资历越深 他的案例越丰富 往往他的薪资会越高 而大家会挖来挖去 这也是为什么 律所不上市的原因 因为他的服务没法标准化 所以个人律师呢 他个人IP 对这个律所的营收影响非常大 那给大家久利 我在现在美国西韩的 也西南部一个城市 那我开车经常去高速 在海派采亚活动 我看到有一个大的牌子 叫若飞 所有住在这个 我这个城市的 美国地下城市 凤凰城的这个城市的 这个家长 一定会在高速上 借过这个牌子 那他在一些黄金的位置上 都放了一个大的品牌 就放了一个人 因为大家认为律师 他是在一个个人IP属性 所以好的律师 做到一定程度 他就要年限购 在哪大律师 他的就业是非常稳定 相当的稳定 这个是和普通技术 好像有本质的区别 因为技术迭代太快 而法律的这个调整和改变 反倒更影响 更有利于这些律师 因为他们就是 政策的解读者 大家再看 但是律师的收入呢 也有地区因素 刚才我们说完 他的律师在哪 工作强度 他像投行 像咨询公司一样 年轻刚毕业的时候 这么高薪的前提 是要付出 要优秀选拔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薪资很高 大家都想去卷 其实能进顶级法院的 已经是卷王了 那卷到这律所 又是一帮人卷王 所以呢 而且你到这个律所 律所之所以给你付 这么高的薪资 是因为他期待你 一年创造的价值 可能是上百万美元 所以对你的要求很多 而且新人 大家知道律所的话 新人的活最多 就像四大会计师 所一样 前几年的话 大家算过 他如果算上加班 算自己平常花的时间 那个可能就递递工资了 这四大的一个弊端 但说实话 同样的时间的投入 律所的薪资比四大高很多 这就是学会计 这个行业 比较亏的地方 和律所来比 它完全不一样 虽然时间消耗是一样的 但是选拔门槛有区别 会计相对还是 学习门槛没有那么高 而律师呢 不管是从投入成本 和选拔成本 都是相对比较难 特别针对新人民 他们亚裔来讲 大家再看地区因素啊 当然了 每个地方的生活成本不一样 那也造成了 他这个薪资不一样 这个是非常像计算机 大家看啊 加州的话 这个中位数16万 平均数17万 就说明这个律师 这个行业的话 这个贫富差距的话 并不是那么明显啊 中间这些差不多 那大家看 其实收入最高的呢 是哥伦比亚特区啊 是哥伦比亚特区 是美国的这个 华人论特区啊 这个首府 那他的薪资就更高 大家仔细想想为什么啊 虽然我们没有准确的答案 但是我的推算呢 是因为哥伦比亚特区啊 那美国最多的那些大公司 总部未必在那 而所有的那个游说团体 大的上市公司 他们的游说 想影响政策的 大的费用力 还有政府组织 大家知道 美国总统也需要请律师啊 所有的这个 大的机构 他都有律师啊 这个富豪离婚 他也需要律师 对吧 就是律师呢 就是本身就是服务于高净职人群 你收入越高 你的律师往往收费也越高 当然代表他的专业水平 或者业内认可度也比较高 所以他们的客户的标的比较大 那他们收费高是非常正常的 就大家看边缘地区呢 像阿拉巴马呀 像亚利桑那 像阿肯萨 他现在就很低很多 我呢 截取了一部分 就是收入比较底层的 大家看啊 就bottom 10% 就等于你是律师这个领域里边 收入最低的10% 那实际上就属于 律师里边的低收入 对吧 大家看 全国的这个 到处10%是6万亿 那这个其实是很低的 为什么 大家一会儿会给大家看 那个律师的学费啊 这个法学院是非常贵的 那如果是借钱去 不是父母给的话 他这个还有利息成本 对吧 加上大学学费 其实是很长周期的培养 那比医生是要容易一些 但是呢也是很贵 那大家看阿拉巴马5万9 那阿肯萨是7万3 这个都是挺难过的 但你看家里层下就高一些 在家里面大家想一想 税又高 8万亿的话 你除非在中部啊 在北加南加都过得很难 你包括圣地亚哥 都是非常贵 那这个去吧 就基本上很难 这个去买房了 基本上做房的话也不剩钱 所以这是一个现状啊 但是他中位数呢 和平均数啊 我觉得这个行业 还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再具体点啊 美国律师收入最高度不收 这里边我们讲的律师收入呢 就排除了 他是移民律师啊 婚姻律师还是 还是企业律师都不是 就混在一起 大家我刚才说的对吧 哥伦比亚19万多啊 这个是按照中位数应该是 加利福尼亚州17万 纽约16万 大家会觉得这个这个 马省16万多 康尼迪克州啊 纽约的这个一个郊区啊 大家很多人在这住 所以这就是 当然这也是美国收入 相当高的五个五地区了啊 再看具体一具到城市 大家看啊 这个啊 这就是硅谷的三个地方 它以加州为例 加州收入比较高啊 因为黄人特区 它不算一个州 大家仔细看啊 加州这三个地方呢 就是房价最贵的三个地方 啊 森后赛 森尼威尔 森特克拉 我们的一个办公室在那 那我刚毕业 留这个端严重毕业的时候 我在这个地方啊 我住过四五个不同的公寓啊 和那种啊 share home 因为刚刚毕业嘛 也没有什么钱 那就是住单间啊 或者在合租公寓 后来自己租公寓 这块非常熟悉 我是肉眼可见 那个时候大家觉得 哎呀 百万房子很贵 现在两万万都拿不到 对吧 即使房价跌 这个地方非常的热 热度非常高 就是因为大量的科技企业啊 在那 那大家上班比较方便 那这个就更不用说 这个更贵啊 这个呢 到Railwood City 这个是 旧金山市中心 到往南啊 整个到 到红山城 红木城 这个Railwood City 这个房价更高 这块整体气候的话 还比较适宜 适宜居住啊 中半岛 那这个呢 就是尔湾啊 绿南加州地区啊 一个华人非常喜欢住的 当然这些华人 就是相当收入比较高的 尔湾的房价 长得也是非常吓人啊 现在基本上 中位数200多万的房子 即使这么高的地区 也是个常态 大家看啊 他们的就很高 大家不要以为 这个地方高 就将来目标在这 当律师啊 他就知道啊 我们有家长 发的朋友圈 我很震撼啊 他说他的一个招聘会啊 看到这个圣河赛地区啊 就这个这个地区的 这个警察 招警察 收入在18万5000美元 薪资 那当然包括什么奖金啊 什么底线 什么警察的 这在全国都算相当高的了 警察的收入 就来自于当地的税收 就说明这些地方的话 房产税或者其他税很高 所以这些数字 都背后就是高昂的生活成本 所以未必是很好的选择 所以大家在看新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当地的生活成本 因为你的生活成本 永远你的幸福指数 取决于你的收入 和你的开支中间的这个gap 对吧 你这个 你差的越大 你越开心 对吧 你差的越小 或者你甚至负资产 那你压力比较大 大家再看啊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关键点 不同领域的律师的收入 这个差别就很大 那懂行的家长 或者是稍微听说过家长 会知道 即使是计算机这个行业啊 里边你做不同的分工啊 你做这种底层算法的 或者你做这个前端后端的 你收入都不一样啊 那一样 在律师这个细分领域 非常明显 大家看啊 整体来讲 这个patent 就这个专利律师 18万 这个新的中卫数啊 这个是根据Payscale的数据 那专利 个人这个IP啊 就是这个 个人产制产权啊 16万2 Trial Lawyer 这个就是上庭了 但这个呢 其实有个括弧 我们给大家放进去 这里边放的实际上 是说差别很大 也有上庭 庭变的分几种 你举个例子 之前有个非常知名的案例 美联航啊 他因为卖票 产生了这个系统错误 强制用暴力手段 把一个亚裔的 越南裔的这个 老先生 66岁 给拽下飞机了 当那个视频 非常的viral 非常的谎 在疫情之前 结果呢 那个美联航的这个CEO呢 这个公关做的 也比较disaster 就是讲的比较烂 引起了公众巨大的舆论 那后来呢 传言这个华人律师 就被这个华人受害者 这个乘客 就被一个知名的 这种大律师给联系到 那大律师专门帮这些 普通人去打这种 针对一些大上的公司的案例 因为在陪设团面前 这种大公司 肯定是没有优势的 对吧 大家是 这个保护弱者 对那种最大的强者 是有天然的这种 憎恨啊 那最后据说啊 他的那个律师的案子 他是这样 他不收小时咨询费 他不收你几千美元 小时咨询费 他只收你这个案子的 是这个赔偿金的一半 或者一半以上 那据说呢 他的他后来是和解了 大家知道 美国大部分的案子 是不会上庭 是庭外和解 对吧 那最终呢 他是据说啊 那个案例的案子标的 是上亿美元 可能更高 这个是完全合理 大家可以去仔细看看 曾经最经典的啊 因为麦当劳有热水啊 烫上了一个老太太 也赔很多钱 这就是有一些律师呢 刷腰率他会赚很多钱 那有的就不一样 有的可能就是标的非常低 那举个例子 Public Defender 这个呢 有用公益的属性 就非常像啊 社工这种 那就是帮一些 没有钱请律师的人 啊 去做他的停变律师 你举个例子 之前在北卡 北卡大学 北卡教堂山啊 北 就是北卡罗兰亚大学 教堂山分校 一位华人的博士生 用枪射杀自己的导师 对吧 这个案例 作为一个杀人犯 一个非常明显的杀人犯 自己都 可能是已经认罪了 他都会有律师 这个律师是法庭 联邦政府纳税的钱 那他们就是 Public Defender 那即使咱们在美国 有些大科目的枪射事件 就是已经是一个 十恶不赦的 这个杀人恶魔 他也会有 这Public Defender 这就是民主国家的 一种啊 机制 所以大家知道 他们的薪资比较低 但是不代表 这种水平低啊 他们可能整个人学法 就是为了去 除暴安良 伸张正义 所以在美国 乘法学院 以后大家会看到 一个标准 你要做那种测试的 就是你的一个品行测试 当然测试不难过啊 不难过 但你过去犯罪纪律 有一些不好的纪律 很可能你当不了历史 大家看 这个税法的这个啊 律师啊 这个企业律师 这个是很多家长会考虑的 因为很多这个大公司啊 中大型公司 特别规復的科技公司 他们的这个首席法务官呢 薪资呢 是仅次于CFO 甚至更高 他们薪资也是年薪几百万 是上千非常高 所以呢 大家要理解啊 你学法律 未必只当律师 你在企业里边做法律专员 法律顾问 后来做到首席法务官 那其实你不是律师 你也不需要上天 但你的薪资相当的高 因为你的成长 是随着公司的业务的发展 每个公司只要做到一定程度 他一定需要律师的 啊 就是外包和那个in-house的区别 这个employment 那这个呢 就是帮弱势群体比较多 还有那个这个是 这个是房地产的 各种都有 咱们不惜说移民率 移民率相对比较低啊 这个也比较合理啊 因为这个本身的需求量 并不是那么大 这个是这个财产的 大家再看 我给大家核实一下 因为这个呢 刚才那个数据是来自一个 我就说专门去帮法学院的学生去贷款 那他肯定有一定的这种夸大成 所以为了验证 保证大家的数据真实 我用了美国最大的这个 薪资查询网站啊 包括职位查询网站 叫indeed.com 大家都知道 indeed这个网站 那我就输入了两个名字 我去核实一下 差不多 他说的没有什么问题 平均薪资啊 作为企业律师啊 corporate attorney 在美国啊中群人是14万8 也是相当高 大家想想美国这么大 你不在纽约曼哈顿长岛 你不在微谷的湾区去住 你不在尔湾住 你其实这个薪资在哪都挺开心 你其实在圣地亚哥 你过得也还可以 对吧 那更不用说别的地方啊 都都都生活成本是比较低的 大家看啊 低的话是87,000 高的话是25,2,000 大家想想啊 这个是公开招聘的工资啊 他不可能是骗人的 因为他的职位在上面放 这个是公开的 所以经过我的核实呢 这个新的标志比较真实的 你看这个专利率是16万8,000美元 我曾经听过一个励志的这个播客 一位华人优秀的这个留学生啊 在美国读名校的生物博士 那有了小孩之后 可能就是工作时间没有那么多 那后来呢 就是放弃了这个 自己生物的这个研究员的工作 大家知道生物这个专业 这个比较比较这个难 这个好就业 除非学艺啊 基本上是用爱法典啊 因为这个专业 真的是对人类的社会的进步 有巨大作用 但是呢 他的这个时间投入 包括智力的这个水平的要求 和这个财务产出 确实不成比例 你出了学医啊 出了当教职 很多时候都走不下去 那这个 这位 他其实比我年长好几岁 这位大姐呢 他后来就另辟一镜 花钱还大一点呢 他读了一个法学院 那他专门做生物制药啊 或者是这种 相关领域的这种专利法律师 他薪资会相当高 因为他的这种博士的背景 在他将来就业方面会有绝对的优势 会有绝对的优势 这这种运动交叉了 所以既不压实 大家不要认为过去学的这些东西 就完了 不会 只要你认真学了 就看你怎么用 这就是你一个进入行的一个敲门转啊 大家再看第二部分 那知名法学院的录取名 大家看到门口的多高 因为刚才这个薪资标准 我拿出来的话 可以和任何一家科技工程技术人员 最热门的计算机去PK 对吧 而且这刚才我说的这些律师 说实话 律师专业呢 你假如说你本科是学艺术的 你也可以升律师这个学位 但如果你本科是艺术的 甚至是人文专业的 你是升不了计算机的 因为你数学不够 你编程也不会 你甚至物理都不够 但是呢 律师这个行业 他对你本科学什么 甚至课程没有任何要求 没有任何要求 但是呢 他门槛也很高 又给大家看看 特别是名校 大家看啊 传绒中什么 为什么叫传绒中 但凡对这个法律行业 有所了解的家长 特别是在美国 待的比较久的家长啊 接触过法务的 接触过一些这个领域的 甚至过去我们有家长 是当过律师的 那在传绒中有个T14 T14最早的概念是1987年左右 应该是US News 第一次排名排法学院 那后来呢 学姐为什么都认 因为这四这十四所学校 常年并不是第一次 他们都有个共性 首先他们都进过前十 在过去几十年啊 这半个世纪的这种榜单里边啊 几乎半个世纪 没有半个世纪啊 87年 我相信应该是 小四十年 三十多年的这个排名里边 这十四所都进过前十 然后这十四所呢 几乎是之间自自己内卷 就没有什么外来 只是在前两年 UT Austin 德州大学 奥斯汀分校 突然瞬间的前十四 打破了固有的格局 在过去 他们只几年来会排 从来没调过 或者是几乎没调过 那德州大学 奥斯汀分校 可能是一个业类 但是呢 业界不太认 大家想想 一个品牌 也就是说完了一个学校的名气 需要花可能几百年 几十年去传承 那大家才会记住他 就像大家说啊 你买一个表 买劳力士 你开车开法拉利 对吧 就这种品牌的意义 你说有道理吗 没有科学论区 但是当他产生了一种 人传人非常普遍的 这种共识的时候 他就具备价值 那T14也这种概念 为什么T14 我查了好几座学校 我核对了一下 即使他最近的录取数据啊 他的学生就业数据 进大所的概率依然非常高 这就是业界的共识 你说的科不科学 未必 15 16名就不好吗 不是的 但是没有办法 这就是学校品牌 带着这种优势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 哪些行业对学校名校 我提过 就是这相关的领域 你包括法律 在美国 如果你想成为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你能进IVplus 腾校家的四所 顶级名校 你的概率是8% 你如果不在 我记得如果从1960年 开始算的话 你想当美国最高法大法官 你必须是 IVplus毕业的 所以大家仔细想想 为什么 有些学校这么 就是这些领域 这么不科学 就看牌子 因为牌子 它不是一个 可以触及的 大家想为什么 这背后就是 法学 包括商科 它是一种软技能非常强的 它更多的是面试 对吧 面试的话 这人会表演 这人口才好 你永远无法知道 他真正的能力 因为这处理一个案子 需要大量的时间 投入这人靠谱苦对吧 它不像计算机 化工 工程 数学 物理 这种非常硬核的 自然科学 那它基本上 你没学过和学过 你有天然之别 对吧 跟你个热力学公式 怎么去核算啊 怎么去勘测地基地表 这个温度的差异 怎么去确定 我这个钻头钻到哪 是石油工程的行业 你这个法学院 我说白了 它是一个骗子 它只要在面试前 大量的阅览 法学 法学院这个 这个 这个LSD考试 就让它看一看 因为它是一种表演型的 面试 更多是比较面试 而计算机的话 给你个算法 你刷题刷的再多 如果给你个信息 你也不会 因为你不懂底层逻辑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文科专业 名校相对光环比较大 因为它很难 精准的界定你的能力 而名校的筛选 已经是非常的严苛了 对于企业来说 你帮我删掉了这些 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学生 删出来的 那他们就省事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 读过一节 人力资源经济学的课 我们整节课的理论 最后就落到这 就到底有没有用 名校有没有用 那后来发现 这个用人单位 之所以用很多 很多行业 不是说所有的 很多特定的行业 他非常喜欢名校 就是因为他自己 也没法界定 你的专业技能 但他又需要人 他怎么办 学校帮他筛一圈 大家仔细想想 咱们现在的很多 知名的私立大学 不管是硅谷的 纽约的 波士顿的 还是美国东北地区的 他其实已经筛过一遍了 不管从家境 还是学习能力 还是需要配套资源 他筛了好几圈 筛完之后 再到大学 都录得多是一脉相承 就像大家 现在亚运会 咱们国际奥运会 市对省对国家退 层层筛选 虽然不一定百分之百精准 但大概率 你保证了这个 整个 这个supply的质量 所以他 你说的科学 他必定科学 但是他有他的道理 这就是T14 传统T14 这个就是 已经是很久 大家业界公认的 那之后会不会变 不确定 因为在去年 好几所名校 知名的法学院 就宣布退出 US News排名 但是不耽误 就像各大 退出本科排名一样 US News的权威性 目前依然在 你退出是你的问题 我正要给你找到 数据给你排一个名 那当然了 US News做了让步 他重新调了指标 他把所有的排名指标 更多聚焦在 社会流动性 对低收入群体的照顾 要符合美国社会的现状 大家看伯克利 斯坦福 就这两个 实际上UCLA 现在也是排14 但是历史上他不是 来位于中部的地区 就是西北芝加哥 芝加哥地区 最好的两种学校 波伊尼亚大洲 那密歇根 密歇根大学的 综排20多名 他实际上在 在这个法学院里边 是T14 非常强 而且经常前世 康奈尔 康奈尔是腾校里边 排名并不是特别高的 弗金亚大学 乔治城大学 布克 宾大 纽约大学 哥伦比亚 纽约大学 大概只有今年 综合排名35 在那法学院 他一直是T14 而且常年前世 哥大耶鲁哈佛 大家看 这就是传统的T14 给大家看 这是最新的榜单 2023到2024 最佳法学院 斯坦福大学第一 耶鲁第一 其实历史上 第一最多的是耶鲁大学 常年第一 大家如果看 耶鲁大学 在美国各地区法案 各地区法院 和最高法院 他们的效率是最多的 所以耶鲁的话 政客比较多 在政界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芝加哥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 读科大学 哈佛大学 这些都是决定的名校 本科是非常难进的 纽大 纽大说话 本科和这些 录取难度 完全不在一个级别 但是他的法学院 前五 对吧 格大第八 弗吉尼亚大学 一个排名 20到30的公立大学 竟然在法学院 排名这么高 系维大学第十 伯克利第十 密歇格拉纳保 这是11 我们有个typo 康奈尔13 UCLA是 14 这是一个新贵的 这是一个新贵的 其实 包括Ut Austin UCLA在历史上 他不是被称为这个 74的 大家看 为什么74 大家看这个数据 2021年 这也是个第三个网站 他们这路透社的一个数据 我觉得这个路透社 应该是 这前面 要不去考哪 要不去这个学校 做的一个公关 因为这个文章 写的特别短 就是 cherry pick 抓了一些 非常有利于这个学校的数据 来说 我比较并没有代表现 但是呢 能够充分说明 这些名校 其实这名校在 大厂这个眼中的这种 大律所中 眼中的这种 江湖地位吧 大家看看 康奈尔法学院 他们有70%的学生 是进大律所 251人以上 那如果你重新统计 是500 统计500人以上 大律所 或者是美国 但是呢 咱们就以这个 保单位置 给大家大概看一下 大家千万不要 最后入组 认为 康奈尔大学 法学院就最好 这个数据是有 可以选择性的 他选了251人以上 他如果说 500人以上 或者是薪资中位数 那康奈尔不应该是 排第一的 又给大家看 另外一个真正的 王者 什么样的 各大法学院 其实大家都很高 大家看 都是非常高 前面都是74 范德堡不是 范德堡 是不是74的 但是很难进的 USC也不是提示 也出来了 范德堡在这 乔治城 密歇根 福德汉姆 福德汉姆 纽约的一个 所以这个数据 是一定偏颇的 因为他只用251 那你多人是在251 叫500还是500以上 还有多人是去政府 对吧 这都不一样 大家看 用斯坦福的法学 数据的罪名 大家看 新生毕业 去年那批 你看他呢 整个是有百分之 不到50的学生 去了这个 这个叫绿所 所以大家刚才 在这个榜单里边 在刚才这个 你看不到斯坦福 斯坦福是排名第一的 斯坦福是排名第一的 法学员 大家得去看看 这就是数据偏差的问题 我希望大家看得比较全面 他其实不到一半学生 去这个绿所 大家认为他学生数是低吗 大家看他到绿所的 学生什么水平 这里边 你看37% 是到500以上的超大绿所 对吧 100到250呢 是小一点绿所 他反倒中间这个呢 大家最喜欢看这个数字 他比较少 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大家看啊 他大部分是近500人 而且大家看他心思多么的惊人啊 大家看 他的这个 近律所这批学生 薪资从75000到21500之间 他的中位数是25000 也就是说他有50%的 近律所的新生 都能达到20万以上的年薪 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 而且他87个近律所的学生 有82个汇报的工资 就说明大家整体比较满意 一般什么时候给你回复呢 就是大家也比较自豪啊 学校培养的不错 大家进clorkship呢 这个就是应该是去法庭 法院做的实习生 那薪资不是那么高啊 public interest 这个做非盈利啊 或者做一个public defender这种 那就是真的是公益啊 造福世界的 进政府的啊 6万13万 大家想从政的话 他薪资不高 他付一代价高 他有pension 他有退休金 加斯林也可以 这个隐形书你看不到 进商业 大家看看啊 这是这个书 这是排名最后的 这个斯坦福大学 所以大家不要只看薪资啊 人各有志 我觉得你看 从不到一半的 这个近大律所的 这个斯坦福学生来看 表现非常的情境 这个第一年的话 有一半学生是21万 这是非常吓人的一个数字啊 那大家看康奈尔 那康奈尔的收入中位数啊 全职上班这些学生里边 full time 他算了中位数是20万5 也是非常惊人的啊 这个说白了比 从这个单独的数据 拔出来看啊 比这个叫 比斯坦福也就便宜了1万啊 也是非常好的数据 那你看 十个月之内毕业 98的这个就业率 这个是非常好的 当然你就业也看嘛 刚才咱们看了 连斯坦福 他这个收入差别很大 所以你要考虑 你的投入产出比 什么是你的第一要务 你缺乏率是为了什么 如果只是为了高薪资的话 这些名校的话 能给你带来 对吧 那92%的学生啊 你看通过了纽约州的这个bar 就这个美国版的律师资格证 这个是非常重要啊 你会发现排名越高的学校 他们的律师资格证通过率越高 排名越低的法学院 你别说律师资格证了 他连毕业率都距低 而且有很多学生 第一年之后就不读了 我在查阅过程中发现一个数据 越不知名的这个法学院 有个快倒闭了啊 叫什么submit 之前我们也看过相关的报道 这种学校第一年有多少学生 我带给大家看一下啊 有个叫orizona submit 像一个私立的这种法学院啊 他第一年学生就退学率 或者不读了65% 这不就是诈骗了 为什么不读了 肯定觉得学的没有用 但是这个学校可能遇到倒闭潮了 咱们说这个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旧金山大学啊 位于旧金山市里的旧金山大学啊 靠那个云南马头不是特别远 在山上我们也曾经访过校 这个学校大一新生里边有24%的 是dropped 就不读了读不下去 大家知道我个人分析这两个原因 一个呢是他录取门口太低了 他就是为了养活这个项目 什么人都招 那你什么人都要招 法学院他虽然门口 这个宽禁 但他演出为什么演出 他既想招生交学费 他又想提高尽量交的好一点 提高这边孩子就业能力 特别是通过这个 本周的这个律师职业资格证 因为你如果律师 你没有考过班 你是没法当律师的 对吧 他和会计是不一样 会计是你不需要CP 你就心思低一点 你也能干活 律师的话 你没有这个班很麻烦 他对这个要求很高 所以这种学校就很纠结 我收进来之后 声援鱼龙混杂是好路 那我去的话 有很多混的 不好好学的 那最后的话 就毕业率就低 或者dropout 这个就是一个弊短 这是为什么很多家长呢 我接触过一些家长啊 他就说哎呀不行 我们就随便读个本部的周历 我们读这个 加州一些非常好路的周历 加州周历 什么东安分校这些学校 这些学校本身不差 美国学校 我个人感觉都挺好的 包括社群员都不差 问题就是声援 你买的是氛围 你买的是一个氛围 如果这个学校 什么学生都招 很可能鱼龙混杂 有一些不劳而获的人 不努力就来了 那你在课堂上 也很少用智力上的挑战 越好的学校呢 他老师教的未必好 实际上对于民校的调研来发现 民校学生对老师的意见很大 因为他们教的并不好 但是学生很强 学生就把整个这个课堂的 讨论深度就加深了 所以这就是单独 多讲一个话题 大家要注意 好近的一定有这个弊端 好近的学校 只有一几种学生适合 非常自律 非常自律的要什么 他可以用很少的价格 获得最好的学校资源 无自律的孩子 需要环境的监督 这是我们实践中发现的一个经验 大家看 那到底怎么申请呢 大家看法院的要求 我给大家翻译成中文 这个是网页翻译不是那么精准 填申请表 和在座的家长 孩子不申请美高一样 每个大学一样 你申请申请表 然后呢申请费道很低 成绩单 有的时候你读研究成绩单 然后呢标划考试 LSAT或者GRE 那GMAT是个别学校 大部分学校都是LSAT或GRE 两封推荐信 简历或者是就简历嘛 个人陈述 他对文书要求相当高 要给大家看一些数据啊 大家看 我以哈佛法学院录取 虽然哈佛法学院不是排的一样 他很少排的 一般都是第二第三 但是大家听到这个名字 就觉得这是 已经一只脚 踩进了这个美国政界 是吧 哈佛这个牌子在这摆着 大家看啊 申请人8393 录取了不到800 各位数录取率 实际入学的561 那剩下的几百人去哪呢 可能被耶鲁录了 可能被斯坦弗 对吧 因为这些学校之间 抢自己的好生员 然后他有的可能给钱多 他知道法学院也会跟你讲究竟 如果你真的很优秀 他会给钱的 大家看啊 现在生员比例 百分之五十一的女性啊 百分之五十一的有色人状 百分之十七的LGBTQ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点啊 LGBTQ 这个呢 就是现在美国大学的趋势 性少数群体有绝对的优势 从全美国统计来讲 LGBTQ性少数 一定是极端少数人群体 但是我在一些名校的录取里边 我看到非常大的比例 包括耶鲁大学 据说啊 百分之三的是 是LGBTQ 这个不太可能 从全美来看 咱们做一个随机调查 你身边人不会那么多 所以这是个问题 那那是到底是 耶鲁喜欢知道这个 这方面性少数群体呢 还是大家为了好路 他假装成 是性少数群体 没有人知道 对啊 百分之十四的第一代 大家知道 第一代低收入 是大学非常想做的 这是一个社会趋势 因为现在美国物价高 拼不差距大 这是所有大学 都在努力达到的东西 所以再度加上 如果你们是第一代 加低收入 这个对你们来申请 是个绝对的优势 百分之十四是理工科专业的 Stan 百分之八的国际学生 大家看啊 国际学生照样能审 照样能审 美国顶级法学院 没有问题 医学院也能审 哈佛大学医学院 也招国际学生 所以大家不要限制啊 当然孩子得优秀 你得够确实够强 大家看啊 这就是哈佛大学 录取的这个数据 还是非常惊艳的 大家知道LSAT啊 我出国之前呢 我其实在淘宝上 买了一套整体书啊 买了我一个字没看 我后来四年之后 我就送别人了 但是呢 这个书我其实翻过几个啊 非常的难 他基本上呢 对逻辑推理啊 说实话 我换一个说法 他对智商IQ的分要求极高 大家知道 硅谷有两个学校 他招初中生 你小学生初中 或者初中生转学 你是要考智商的 一个叫哈克 一个叫纽约吧 这个在硅谷相当的有名 我相信在东部 也有这种学校 纽约有这种学校 为什么这么在乎智商 智商的分数和LST GRE ICD是直接的关系 但至少代表 这个孩子成功呢 对社会的价值呢 是不是一个好的父亲 母亲好的这个丈夫伴侣 不是零关系 但是呢 智商高的孩子 逻辑推理 确实很强 那对于这种LST考试 占便宜 而这些呢 和这个叫 法学院考试 还有计算机 还有理工科的学习 有直接关系 因为他们就是 说白了 规律把握 怎么从一堆 复杂的现象中 寻找规律 智商体也是这样 所以这种能力呢 在理工科法学院 就是对逻辑推理要求 比较高的 甚至哲学 有有相当高的要求 所以它是一个学科优势 大家要知道啊 LST的话 它真的是 我一看就智力测试一样 很好玩 我当然看 当然我做的不行啊 我的智力智商并不高 我的智商属于普通人 纯普通人啊 大家看 GRE啊 verbal啊 GRE大家看啊 这是一个趋势 前14的法学院里边 有时速是接受GRE 这是一个趋势 过去三四年 我一直关注这方的变化 所以呢 一会给大家讲一讲 GRE的一个优势啊 那GPE大家看啊 倒数25% 大家想想有多少 是净少数群体 有20%将近 低收入 所以大家想想 如果你是个普通中产 或者是高数共产 这个分数和他没关系 因为你身上 没有一点的钩子 你没有任何后可 你的分得往这个方向 往这个方向看 大家看看 大学GPE啊 3.93 3.99 挺难的呀 不像高中那么滑水 大学的越好大学 他其实相对对手比较强 虽然据说 现在美国名校啊 放水比较多 据说布朗的这个水分比较大 平均GPE3.6 确实 高中大学现在面临一个 GPE的这个通胀 GPEinflation 但这个分数依然很高 也就是说 你就一到两个币的空间 整个四年 这对孩子自律啊 要求是很高的 所以大家看 这是哈佛顶向学院的要求啊 还有这个 为什么我全这个分大家看啊 GRE的写作呢 是很多留学生啊 我见过留学生 大家知道GRE的买名340 在疫情期间 很多这种啊 非法的组织 去让孩子去偷提 或者通过一个系统的crack 给孩子的这个各种方式 我见过很多孩子咨询啊 选校啊 GRE几乎满分 学习非常的差 那一看就是作弊吧 你看着作弊 最近这么多 又不知道啊 这个后来都不太认了 后来疫情 因为造假太严重 那这个5.5分 是什么概念 这也就是 你没法作弊的 因为GRE别的都多选 这个是写作 我见过很多孩子 这个考了两分三分 我见过每本读完四年 这篇很高的考不到四分 这个写作满分是六分 这个呢 就是对比你的GRE分数 如果你的分数很低 或者你很高 你的写作很低 你马上露馅的 因为你如果真实分数这么高 你的写作不可能低 所以大家仔细想想啊 就他总有一个方法去抓住 你的小编 所以当时那些造假的 孩子录的都非常的差 后来当然没有 没有让我们合作 因为古典球太高 我们直接就剧掉了 我们说没法做 因为我也知道他就作弊 但是没法说说破啊 大家看啊 这个这个呢 就是大家看哈佛法院 多么难尽啊 大家看这是英文版的 给大家翻个中文版啊 就他们学生的这个多样 多样化 在经济上的多样化 并不是族裔啊 大家看这个 这个翻译不是那么精准啊 这个56名高级学者啊 大概32名啊 这个大学摸连啊 这个都不值得 大家看啊 14名Folbright Scholar 就是非常高的容易啊 选拔性非常高 杜鲁门学者Trueman Scholar Coca-Cola Scholar 这个也是给钱的 我觉得应该是1万美元左右 Coca-Cola这个是很难深的 非常难深 深深美国大学的家长指导 这高中就可以参加深 非常难 飞行员 五名飞行员 对吧 三名职业滑滑的 啊 这个两名talk show啊 他翻译成单口相声 就是脱口球演员 罗德学者 罗德学者就更狠啊 每年全世界就那么几十个小朋友 罗德奖学金 就是能去将来读剑球 去牛津啊 应该是免费楼年硕士 是非常selective 为什么我提这么多 大家看啊 这些人可不知光的成绩 已经在各个领域都是人中龙方 对吧 而且呢 我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局限于 你对这个选王的定义 你可以是一个脱口球演员 对吧 你可以是花花 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但是呢 大家为什么都放在Number 这些都是各个领域里边经营 飞行员 飞行员不好学 开飞机不难学 飞行员可是拿这呢 对吧 啊 大家再看 这个呢 录取难度 呃 这是一个 很多这个 GR LST啊 就是法学院考试的用户 报道申请法学院 他们会自己公布自己的数据 这不是学校官方的 他就是 你注册一个账号之后 你把数据放上公开 大家分享啊 大家看啊 你这就是斯坦福的难度 大家看啊 你几乎一几乎全 全A 这个LST LST满分180 我个人感觉 LST呢 比GR要难 我觉得难不少 因为那个GR 只要数学 你可以努力刷高分 LST它的数学 不叫数学 它纯粹是一个智商考验体 非常难 大家看啊 嗯 它这个 就是代表高分嘛 所以 有一个概念 就是很多家长说 哎呀 这个学校分空 那学校分空 这个大家仔细想 这个逻辑谬误 这就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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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讲 这就是个逻辑谬误 什么意思啊 只要有点名气的学校 它可不分空吗 它有的选啊 因为美国权益 ACD特别高 但说到高中 美国小孩成绩在学校里边 Top 10% Top 5% 甚至全校第一的 美国几万高中 公立私家的很多 ACD又几乎满分的 太多了 只是说咱觉得很厉害 你拉到全国范围 你不算高 对吧 人家可能还低收入 你怎么比 所以说大家要理解啊 越好的学校 他的选拔机制越严苛 他们都是分空 所以啊 某某学校是分空 这个就伪命题 但凡知名大学 他都是分空 他一定是分空 大家在看啊 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反例啊 律师不难道 我之前读本科的西雅图 我很多同学呢 当时从华大转到西雅图大学 我们当时问为什么 他们就觉得华大上学太难进 他们就去西雅图的上学 而西雅图上学在本地很好进 那当时法学院里边 他有个项目 应该是legal writing 是全美派签我 或者第一的 当我第一党 我当时印象很深刻 那如果你在西雅图 这个地方长大 你想在里边 当地找一份工作 比较体面的工作啊 这个你 你其实你读个法学院 还是不难 大家看啊 这边你看都录了 对吧 这GPS3.0一下都有录的 大家看这一片绿的 绿的都是录的 对吧 就是他其实你要难录吧 读法学院不难录 而西雅图在当地 是挺好大学 或者有些家长呢 有些学生 他加个条件一般 他能伸到这种 假如说UCLA的上学院 法学院 那他最后西雅图大学 也录他了 给他全奖 学费免了 我觉得这些性价比很高 如果这孩子很强的话 他四年省了几十万 他省了钱买房不好吗 属付不好吗 对吧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大家不要只定名校 评估孩子的实力 伸的时候呢 广撒网 根据你的真实付出 来选最合适的学校 那大家再看一个学费上 因为我希望大家 不要只看牌子啊 很多华人家呢 就是为了名校的牌子呢 真是打过媒体啊 但是我就要理性分析 有些东西呢 并不是一个 投入产出比 那么明显的项目 那所有的学校呢 他说到底是一个生意 他需要存活 那他里边有那些 非常强的学生 可以给他拉高数据 他也需要一些 给他送钱的 那当然名校的话 他就不会选 事物率比较低 因为他门口在这摆着 所以大家要了解啊 你在选择一个学校项目的时候 不要去confirm 如果这个孩子 不确定自己干什么的时候 你要慎重你的选择 花钱砸出来 未必好用 大家就仔细看看 这就是学费 很现实啊 他和一学校差不多 哈佛学院也是11万左右 那这个法学院也一样 其实哈佛学院我理解啊 你需要实验设备 你这个教职人员工资比较高 你需要实验室 这个法学院我觉得高的原因 他就是因为他电大气客 他知道你将来 他能拿高薪啊 所以他不带货 而且你可以贷款啊 就是大家知道 这个贷款 就给大家看数据啊 这个学生贷款 是一个非常大的 也比较灰色产业 是一个明着的白色的产业 暴力的行业 就是政府贷款 他也赚钱 私人贷款也赚钱 因为在美国又因为贷款 所以大家会 不担心没有前途数 但这个呢 背后滋生的 就像你可以 首付贷款 买房买车一样 其实模型中 增加你的这个消费力 而你可能非常容易不理性 因为你在投资未来的钱 对吧 这个也是一样 啊 这个项目多好 我带航去呗 但是如果你界定不出 你没有这方面经验啊 你因为明校一定带来好的未来 那你就错了 当然 如果能录到斯坦福这种学校 我认为这个孩子 这种能力是有的 他绝对 他我觉得大家 都不需要找机构 他不需要找机构 因为他实力在这摆 大家看一下 刚刚开车就11万 这个游户住校外 更贵 为什么 他在跑拉头 他在硅谷的宇宙中心 房租老贵了 你住再小的工艺太不便宜 大家看 我选了个相对比较便宜的 今年排第14的 这个UCLA 正好排14 我看公里能不能便宜点 毫不便宜 一开始呢 他就给我放这个数字来揍我 说本周呢 5万6 这个外周6万8 我说因为这便宜了 便宜不少 我一看这底下没啥钱 后来发现不对啊 他在忽悔我 大家看右边 他呢又把这个他其中的分开了 上面呢和下面之间中间 刻了好几页的文字 他就淡化他这些书 大家看啊 6万8加3万1 这是不是也小十万 9万9 对吧 是不是9万9 而且他放了他这个 他是保险 他放了信号 他没有加进去 保险你一定要啊 除非父母的保险 能够正好在加州给你覆盖啊 如果不在加州 你不是还得自己买 对吧 加了起来也10万多 所以功效呢 在法学这个领域 他并不便宜 他不像本科差距那么大 为什么 我还是觉得 电大齐克 知道律师挣钱 知道我是名校 他不愁 当然了 他这个是账面价格 他也会给一些低收的一些奖学金 他助学金的话 不存在 联邦助学金对于研究生的话 几乎都是贷款 我没听过是免费的 都是贷款 因为美国的政府不认为 本科之外是必须的 而且美国大部分人能读本科就不错了 大家要理解啊 这个呢就真的是实际套腰包了啊 你是中产你也得套 这你因为你要不就贷款 我们继续啊 然后大家看啊 这是我们刚刚 我们内部的一个 关于这个反战设议的 我们明天的家庭上 下午刚开了一个答议会 专门围绕今天的这个 助学金两人申请啊 那大家看看 这个呢是目前的这个最新的这个算法啊 这个就是这个汇率啊 大家知道现在不是汇率 这个现在利率很高啊 对吧 现在每年出一只加息 那大家看啊 如果是本科最好的贷款 就是direct subsidize 就联邦政府补助的这个贷款 利息已经高达5.5了 在两三年前的时候是几乎为零啊 那这个贷款有什么好处呢啊 应该是 如果没记错的话 大学读书四年期间不需要还 是否产生利息我不确定 但是不需要还 那这四年的缓冲期 对于很多学生家庭 来说非常大的一个relief 对吧 本科四年这么大一笔款啊 对吧 大家可以去还一还 那大家看啊 direct subsidize 到研究上的话就 他有啊 但是贷款不是免费的 7.05 plus呢 就是就是父母啊 做担保给孩子8.05 那和房贷利率没什么区别 所以这个利率 大家想想啊 利率5.3左右的时候 你贷款30年 你就是借100万还100万 那这个同样 利息越高 你的实际成本很高啊 那而且这个学生贷款 是没法申请个人破产的 是非常夸张的一个 呃 跟这个一个一个 我觉得是法律上的一个 不靠谱的东西啊 大家看第三部分啊 最适合申请顶级法学院 大学和专业 这个呢 就是大家最感兴趣的 但是我给的答案 未必是大家想要的啊 因为最后发现 规律并不明显啊 还是大家仔细看啊 我们怎么界定 他要的是什么啊 推荐信乘一单 那很多家长就会非常懂啊 如果是老听众 不是那么难的学校 但我GP特别高啊 这个在罗织上是成立的 对吧 那GREICT GMAT 好好准备 这个我同意啊 早点准备是没问题的 一会我会用一个具体的数据 让大家证明 啊这个分数和专业的关系 大家看 我们先看看 康奈尔法学院啊 因为刚才有个数据 康奈尔是很经验的啊 他的大家看啊 他总共呢 是收了5000人的这个JD啊 法学有两种 一个是JD三年的啊 就是法学博士 他叫实际上也不算博士 他就叫博士 三年 还有LLM 那个适合用本科读法律专业啊 当然是美国法学会 法律学会认证的啊 这个这个美国 就是本科是法学 因为美国本科没有法学啊 在中国有 那我曾经有个学生 北京那个知名的学校 他是双专业 但是那个呢 认证之后他也不是 因为他是双专业 他不算第一学位是法学 所以他没办法读这个LLM LLM学位的好处 就是一年 性价比非常高 便宜 你就可以考这个当地的这个律师执照 那曾经有一个知名的案例呢 在华尔街日报登过头版 呃就是一个港大毕业的华人女孩啊 国内大陆考的港大的 他呢 就是通过啊这个读斯坦福的LLM 找工作结果抽签没抽中 还穿币就要回去 他也就说美国你为什么不接受我这么优秀人才啊 结果他在华尔街日报发 当时川普当道啊当当总统 那底下评论清晰的赶紧回去 当然语言不会那么激进 毕竟是付费的高端媒体啊 但是就是用各种啊复杂的词汇去告词 你牛你去别的地方做 你为什么在美国啊 说的比较通俗点 所以大家知道啊LLM就一年 性价比非常高 很多国际选是通过这个的 大家看他5000人申请 最后是注册了609 也就是他录取大概在1000人左右 所以这个康奈尔录取率是高很多的 是高很多 为什么我这么自信说 他这1000人左右 大家想想啊 申请哈佛斯坦福的 是不是要申康奈尔 对吧 不能说保底吧 是不是多一下概率 而大家知道法学院很多 他是有ED的 early decision 就是这么卷 你要绑定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法学院是非常卷的 毕竟是一个 长年稳定的经验工作 那大家再看 我用一个相对啊 刚进前十四几年啊 这个UCLA的一个数据 大家看可能 呃更直观 6457人申请 315人注册 所以你不知道多人 录了 他不会告诉你 可能这个数字比较embarrassing 对吧 毕竟他是功效 不像那大学大排队那么强势 大家看他的分数呢 稍微低一点 比哈佛对吧 底层的25% 三十七二 中间不低 对吧 中间那个学生收 三十九二 很非常高 对吧 你看这个 LCD也不低 到中文数开始评高了 满分180啊 这是很难的 大家看啊 他们有将近 UCLA 百分之三十的LGBTQ啊 那后面俩都不认识 就是性少数群体 大家觉得正常吗 这个我不是呃 这个政治活动家 我只能告诉你 这是趋势 不可逆的趋势 我不知道明后 你要换街会不会有趋势 所以呢 大家要注意 这就是会 这帮人会占很多名额 除非你们家孩子真实 啊 你们家孩子真实的话 这学习数 其实那可能他属于这个群体 他论区会容易一点 但即使加了30%的人 大家看看啊 这30人已经涵盖完了 这个底层的 你呢 就往前看就行了 和他没有关系 大部分孩子呢 他学习还是比较正常的 所以这就是个美国的趋势啊 你既要和学霸PK 你要你要针对这些群体 因为他就是政策保守 保护这些 你看加州居民64% 学位便宜并不多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 对吧 毕竟是这个天气好啊 离家近 对吧 58%的这个有色人种 男性比较少 很神奇 这个男性比较少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知道这样可以跟我们复动说一下啊 然后36%的是非非居民啊 这个就没有什么特别啊 大家看啊 为什么给大家放这个 他的平均年龄 24周岁啊 其实挺年轻的 就说你毕业 也就工作一两年平均 对吧 理工科9% 第一代18% 啊 来自33个州和122个大学 这就是我今天想讲的 哪些大学和专业 能够帮你进法学院 从我目前数据看起来 几乎没有过去 大家看啊 这些学校都是大家 不会生的很多家了 就是不太愿意生的 觉得没有名啊 或者或者是学校太大 大家看啊 加州州立 不需要文数 你的GP只要够 他有个加分的方式 你分够了直接录 直接录 就这么简单 他有个加分系统啊 这个没有人找我们 这个就是填表 Chemann也很好录取 我们之前有仿效 拍名100多 录取人挺友好的 电影专业比较突出啊 大家看啊 哥大 哥大的本科 叫哥大学院 Columbia College 不是野籍大学啊 他就是哥大的那个本科 院校叫Columbia College 两个Columbia College 九个多克三个 对吧 但是大家看 这些没听过的学校 几乎没有什么名气的学校 照样可以录UCLA 但是你 但是你能确定这里边 是不是新少数群体 是不是地带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也不能说是 你也不能说不是 对吧 大家再仔细看 UC系统里边 你看博克力27个 UCLA51个 家长会觉得 哎 难道我UCLA的本科毕业 我就可以去证这个 UCLA的这个JD是比较优势吗 从这个样本来看 貌似是 但是我觉得UCLA拿那么高 这笔很难 因为UCLA本来就是一帮 非常学术非常强的 博克力27 对吧 非常强 所以你很难从哪个学校看出来 但是从UCLA来看 貌似他本校录的还挺多的 当然这个有个数据啊 可以做对比 UCLA的本科人非常多啊 我觉得应该比博克力 还要多 他有个数据 他每年考医学院的学生 是全美最多的 他将那1000人考 就那个MCAT考试 这个是医学院官方网站 这个就是美国那个医学院联盟 叫A什么 就一个全程啊 他提供数据 那法学院的话 我觉得他人口技术比较大 并不代表他是喜欢 因为我们有个同事 就UCLA读的博士 直播的这个经济学 他告诉我 他说貌似UCLA 他其实至少他读博的时候 并不是那么优先本校的 因为他觉得没有多元化 没有多元性 所以大家不好说 这是一年的数据啊 但是我觉得 从UCLA可能有点规矩啊 大家也知道UCLA 现在都难入啊 所以这个这个信息 并没有参考 大家看啊 这里边就给大家 安慰记信心的啊 啥学校都有 Redland 这个是Riverside附近 这个洛杉矶往东的 一个小小学校 在一个比较不错的 这个urban城市 这学校非常好路 非常非常好路 一个私校 大家看啊 这个南卡哥伦比亚 这我都没怎么听 我有人申 对吧 由他大学 排名录取率都非常友好 排名有点低 就是他什么学校都有 当然也有名校 对吧 西安大略啊 这应该是加拿大的学校 还有这个这个 共赴大学 这个学校我没见过 这个这个有留学生 就有本地群生的 所以就是什么都有 啊 大家看啊 首先看啊 标划考试 LCD考试的这个价值 大家看看吧 这个是关联度 就是你的ICT 加上LICT 加上你的本科GPA 和你 法学院第一年成绩的关系 相关性最强 这就是为什么LICT呢 一直受追 一直是法学院考试 他的有学术研究报告证明 他有价值 对于预测孩子大学的成功率 读法学院是否能适应 大家看 纯看GPA呢 关联度只有0.40% 那如果纯看标划 LICT 他关联度60% 但加起就高了 这个也合理 这也为什么ICT和GPA 是孩子没高申请本科的一个关键因素 因为这两个呢 他肯定有研究报告 他能证明 能够预测你大学的这个成功概率 就是你能够顺利毕下毕业 然后大家看啊 这个呢就是一个 被德州大学的一个教授 做了一个很多年的研究 做了一个研究啊 就是他长年做研究 捕捉数据 他就看这个学生专业和LICT LICT的满分是180 他发现啊 你看数学物理专业 是平均分最高的 对吧 形式司法低一些 商科低一些 商科都偏低 这些专业就说明比较容易学 就说白了 课程要求不难 大概是这么回事吧 他的整个规律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其实也很难把握规律 带大家看 物理数学有什么特点 强逻辑 大家不要以为法学是考文课 你的逻辑不好 你法学院考不了 这个法学院和文人啊 那种文艺范儿 比较会 遣词造句啊 这个比较感性的孩子 他不是话等号 律师这个行业 需要非常强的逻辑 他整个是在脑袋里边 写一个程序 把你给框进去 获得这个政策上的保护 所以大家要理解 他其实和工程师 没有太大的区别 只是说没有那么复杂的 变成语言 但他的那个 verbal reasoning skill 是很雷同的 很像 所以名校 这个为什么 他的分 那么要求那么高 也是有原因的 所以大家看 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 就是GRE 美国T14的法学院里边 有失所 已经接触GRE了 他有个对等的表 就GRE你考多高 可以换SLC特高 所以这个我特别 给大家强调一下 因为过去三四年 越来越多大学 接受GRE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 给大家告诉我 为什么 这就是给大家 今天总结的啊 把学院选校建议啊 还有这个大学选担的建议 首先高中开始啊 学业和活动的建议啊 我觉得大家不要等到 大学的研究 要不要去律师 高中有很多机会 你可以去观察 孩子的特点 是不是符合 律师这个行业的职业要求 一工方面你可以做 那这边不展开讲 这个我觉得 这个是非常容易界定 因为某些专业的技能呢 它是和性格 有直接关系的 那第二个 但大家不要以为 在平常那种 那种高谈扩论啊 像电影里边演的 完全不一样 大部分律师 他是做文件文字工作的 他实际上是做材料的梳理啊 做策略的制定 你像有些家找我咨询 我也找过律师咨询啊 你不管是我赶房课 还是我们自己移民的一些处理 我也和很多律师 不管收费多高 我都聊过啊 包括一些投资律师啊 当然那是免费的机会 他们和我咨询 我觉得没有本质的区别 他们呢熟悉的是法律法规 怎么帮你在现在的位置 已有的材料里边 获得最大的价值 那我们就是 以我们对行业了解 给孩子的profile 做最好的建议 能录取他能力 发表那最强的大学 我觉得都是咨询 他只是说对法律条款比较熟 我们对这个美国 大学申请比较熟悉 当然他们那个更难 他们的门槛 包括智力选择更高很多啊 我只是举这个例子 所以呢 大家要知道啊 这个高中 我觉得多多活动多实践 你们都要做个预判 因为如果加拿于考法学院 你们本科的选校啊 你们这个专业的选择 包括实习的寻找 这个就是按照这个方向来 为什么第二条 我这大学选择要要进科工退科手 这就是GRE的好处 如果你只选了LICT 你要花大量时间准备 而且一年只能考三次 中生只能考七次 GRE随便考每个月都有考试 你可以每个28天考一次 而且GRE如果你不学法律 GRE的成绩可以申请商学院 MBA 可以申请计算机工程 可以申请数据科学 所以我劝大家 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确定 不是LICT分数特别高 GRE是你最好的选择 因为他兜注了底 他就实现了进科工退科手 万一你生不到理想法学 或者你不想学法律的 对吧 这个我觉得GRE给了大家的空间 这为什么GRE变得越来越流行 因为LICT呢 你一旦准备了 你把时间造进去了 你没法申请法学院之外 而法学院又属于名校最短优势 非名校很吃亏的时候就业的一个特点 当然了很多孩子有那种创业精神 他不用我名校毕业的 南加大法学院 或者一个普通学的 U.C. Davis的法学院 他对自己很了解 很有创业头脑 针对一个专业的方向 建立自己的这种 专业领域的这种别类 他可以做得很好 那这种我排外 我只说从从找工作的角度来讲 法学院 知名的法学院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那法学院的建议 70次的性价比 我刚才有提过了 毕竟追逐名校 如果在座家长 你们的家庭负担比较重 确实是掏了三十多万 很费劲 包括影响自己二娃三娃的这个选校 我觉得这个孩子 如果能力比较强比较承受 你可以考虑要不然他贷款 自己去背 要不然你去读一些 给你奖学金比较多的 因为很多排位不高的法学院 喜欢用丰厚的奖学金 来吸引这种比较优秀的学生 所以这是一个建议啊 大家要考虑 不要觉得名校一定好 你要考虑这个性价比和机会成本 当然了很多家伙收入很高 他不在乎这个 无所谓 那你就去充好的 这个是没问题的 职业规划的选择 我觉得放宽视野吧 大家不要 我今天讲律所比较多 Pubble Interest 企业里边都Copper Law 包括那个里边细分的 什么专利律师啊 各方面的 包括一些 就是你法律上一个技能一样 他在盛光中各个方面 他的营用层面 实际上比和商业一样 非常的广泛 你都能用到 那我觉得这个孩子呢 大家知道 在很多知名的这个名校里边 他有这个JD MBA的学位 就是法学加MBA双学位 当然了 他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去完成两个学位 那这种人呢 在企业里边做那种 法律主管 或者首席法务官 概率就更高 因为他具备管理能力 就是双向技能 所以大家要理解 就是学位是唯我所用 我们要了解自己的 主要职业方向和自己特点 去做这种学位规划 而不是认为一个名校 可以解决我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 我经常说 我对你没怎么说了 就是知己知彼 是不是学个法律 大家想我做一个讲究 给大家收集一些资料 如果这个孩子目标 是那么高的名校 他应该做的和我一样 或至少不比我差 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盘 他如果什么都不知道 你就要评估一下 他对自己了不了解 他可能学习很强 如果他什么都不知道 连这点基本功能都不做 他未必将来 拿着名校学位 能够找到信息的工作 因为他一直在 通过那些所谓的虚名 去来压保自己的未来 但是没有一个人 毕竟更了解你自己 你不投入时间在自己的身上 将来你就会 花钱花时间 去付这个学费 好今天就这么多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的 这个参与啊 大家可以通过这些方式 关注我们啊 加小入口进群啊 或者有咨询 或者是去看我们YouTube频道 大家看左下角YouTube频道 有100多期讲座 非常丰富的内容啊 涵盖了各个阶段 不同专业的一些策略 好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 大家晚安 груst stops 感谢大家 感谢观看